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消费主张由五粮夜特约播出 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 吃烧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受这次疫情的影响啊 很多人呢可能好久都没有外出去吃了 有数据显示呢 随着夜宵市场的复苏啊 这烧烤呢开始火爆起来了 五一的前三天呢 北京市民就吃掉了33万串烧烤 武汉啊则吃掉了22万串 可见烧烤的火热程度了 那么现在离五一又过去一段时间了 那全国烧烤店的生意怎么样呢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出锅了啊烤熟了 烧烤在疫情下 餐饮堂食恢复中绝对是食客们最想吃的美食 五月下雪 全国各地的商圈 美食广场大排档 都在有序防控的基础上 重新燃起了烟火器 人们对烧烤的热情也开始重新喷发 在北京 五颗松华西商业街地区 欢乐谷景区 露天和室内餐位几乎坐无虚席 久为了的排队等候圣景也回来了 京城大大小小的烧烤店上座率节节汉高 在重庆天刚擦黑 这家有烧烤的饭店就逐渐沸腾起来 店里很快 上座率就达到了九成 食客们专门来品尝他家的烤生蚝 等贝类烧烤 外卖与堂食相结合 使得这家店在疫情后的营业额比 去年增长了一倍 我们线上的外卖设置活动 把货货引到堂食来 这种交叉引流 所以说我们整个云流就提升了 现在出来吃饭的话 就会对各方面的卫生和安全区 就是严格的把控 在河南 渝城县美食广场和重交农家院等地 一个月前还是空空荡荡的露天桌椅 傍晚时分就坐满了食客 烤串 烤蔬菜 烤海鲜 小吃档口围满了赶来品尝的食客 烧烤的香味和大人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飘满了整个县城 现在我店里面又推出了很多新品种 比如说食令海鲜了 包括食令猪菜炒烤这一类的 还有各位 你这都没变 现在我们外卖是单独的一个炉在烤 还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烤的 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是分开烤的 外卖 就是外卖单独的去烤的 现在的话还是一样 就是说外卖是分到一楼的 现在我们是分成烤 也是单独就出一个外卖 王超刚是全国最大的烧烤连锁店 木屋烧烤的运营管理人员 自三月份烧烤店唐食恢复以来 他一直穿梭于各大门店督导运营 王超刚告诉记者 目前全国150家店已经恢复了常态 那个烤饭多不多吗 那个中午的 在教授的还是非常不错 那个最近的那个新品的情况呢 新品这两天都有提升 尤其是烤饭这一块 重点还是比较大的 50%吧 在这个做烧烤是怎么 还是烤饭那个 我们也没想到 我们居然做起烤饭来 每多到一家店的产品时 王超刚都会重点询问 有关烤饭的数据 烤饭是什么 也是一种烧烤吗 记者很好奇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一行之后 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这份东西里面呢 它不是烤串 这份东西里面呢 它是饭 这个饭呢是烤出来的 是有烧烤的香味的 这是烧烤的饭是吗 对 是烤出来的饭 这个饭是一个被逼出来的烤饭 记者看到几盒烤饭 包装盒上都写着一行小字 一个被逼出来的烤饭 这盒标注为海鲜的烤饭 三只大虾 三个生蚝肉 几块鱼豆腐 还有金尖菇 并配有米饭 看起来很丰盛 厨房烧烤炉下 一字排开的各种烤饭 五颜六色 共有六种 烧烤连锁店 为什么做起烤饭 烤饭又是怎么被逼出来的呢 和很多餐饮企业 面临的困境一样 木屋烧烤在疫情之初 店铺堂食关闭 食材积压严重 资金流压力巨大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积极开展自救 管理层和员工都匠心保港 一起同甘苦共患难 向烧烤外卖要业绩 准备扛下去 特别的郁 因为你说像这种 没有客人 然后我们这边工资 或者是就是很多福利都会没有 可是和堂食相比 外卖只占到烧烤营业额的5% 短时间内如何拉来线上客流呢 让管理层感动的是 各大门店的员工们 一天之内竟然想出各种方式方法 也就是我们建了一个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 木屋小外卖小程序 就是买多少钱减多少钱 然后我们还会再拉一个圈 拉圈进去完之后 顾客就会今天点了多少菜 满100块钱减20 就是按这个满减走 然后还有就会有顾客 比方像疫情期间 都点不了东西 然后我们店就自己买的电池 然后就是附近的东西 附近点的外卖 都是我们自己门店 就是点完之后 然后我们自己员工送的 为了活下去 有些店的服务员 甚至自己发红包 求人拉人到社区群 妈妈群里 去发优惠券促销广告 可谓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 社会关系 功夫不负有些人 利用私欲流量和线上营销 最终仅用一个月时间 木屋烧烤 就把外卖业务拉升了10倍 收入占比超过了50% 但大家的担忧依然存在 这个疫情会延续多久 然后我们企业还能够走多远 也很担心 就是我们的员工 还能不能跟着我们 继续一起往前走 这是挺担心的 非常多的担心 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木屋烧烤再次动员 全员产品创新 拓宽销售渠道 没有想到 竟然还是一线员工 结合社群消费需求 提出一条特别宝贵的建议 有的消费者在粉丝群里面 就跟我们员工说 除了把我的串送来之后 能不能给我打包一份饭 就你们的员工菜就可以 所以我们员工就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也卖盒饭 烤饭能结合起来 也能把我们家的特色菜 在里面展示 那个烤饭方便 快捷 这个建议让公司如获至宝 经过多方调研论证 厨师们加班加点 迅速开发出了一系列新味道的外卖产品 烤饭 等于是我要把吃盒饭的帮人 拉进来吃我们的东西 吃烤串的还是在吃我们的烤串 吃盒饭的也变成吃烤串 烧烤版的烤饭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味道如何 反响又怎么样呢 第一个是咱们的海鲜烤饭 然后现在呢 是进行的步骤是咱们先烤饭 先把饭烤熟 取香味浓郁 口感好的香米 清洗干净 放入锡纸盒充重后 然后添加熬制了12个小时的猪大骨汤 让香米味道更浓郁 再加一汤勺酱油 调和特制酱料汁 搅拌均匀 锡纸盒加盖上炉 烤制半小时后备用 其实这道菜最关键的地方呢 就是所有的汁 它是要定量的 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随便加的 只要定量的呢 这个东西就会发挥着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好吃 海鲜烤饭 开启新鲜生蚝清洗干净 活虾清洗干净 将烤好的烤饭上面 平铺放入煎煎菇 刷特制料油 特制酱料 平铺放入生蚝和活虾 鱼豆腐 每个生蚝和活虾上面 加海鲜专用蒜蓉酱和辣椒酱 鱼豆腐上 刷特制料油酱料 吸着盒加盖 上炉烤制十分钟后 开吸着盖 加葱花增香就可以了 五花肉烤饭 按照十比一的比例 撑取筋五花肉和五花肉特制腌料汁 抓拌均匀 烤好的烤饭上平铺放入酸菜 再平铺放入腌制好的筋五花肉 豆干和青豆 刷特制料油酱料 吸着盒加盖 上炉烤制十分钟后 开吸着盖加葱花增加香味 然后这个饭的特点呢 除了这个饭本身有一些层次感 而且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很大 看上去五颜六色的 而且口感还非常好 其实我们的烤饭是被逼出来的 从研发到设计到推广到上市 仅仅用了四天半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烤饭 海鲜烤饭 五花肉烤饭等六种烤饭 风尚专用烤饭包装 推向市场 很快就受到部分消费者的欢迎 来自木屋烧烤数据统计 自3月15日上线以来 全国烤饭销量增长65% 其中促销版五花肉烤饭 9.9元爆款 五天售卖了上万份 尽管随着糖食逐步恢复 外卖烤饭的销量有所下降 但还是有很多消费者 喜欢上了这烤饭的味道 专门到店里来点餐 那是海鲜烤饭是吗 对 这个是海鲜烤饭 你们吃的是烧烤味的吗 有烧烤味 就是它的虾烤出来的 和烤出来的烧烤味的海虾 就是差不多的 今天吃到饭还能吃到烤虾 还能吃到烤生蚝 感觉特别值 韩石烤肉是北京一家 韩式烧烤连锁店 招牌菜是石板烤五花肉 晚上六点天还没黑 大旺路门店里就已经坐满了食客 在五月份来了以后的话 您看下我们的上渡率 基本上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了 进入五月 为了吸引客流 餐厅打出了促销牌 各个门店门口 张贴出了夏季折扣促销 和限时买一送一的促销海报 目前收效不错 它家平均单店日均流水 一万元左右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65%左右 堂食恢复营业后 店里还将招牌菜 做了小小的改进 原来的长方石板 改成了圆形石板 五花肉烤出来油以后 在五花肉边上放上泡菜烤制 泡菜进行了调整 加入了豆芽韭菜段 一个小小的改变 让老顾客吃出了新的味道和感受 疫情之后第二次来 第二次来 那什么感受的 又能吃到熟悉的味道 感觉很开心 陈桂发介绍 这次疫情期间 他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各大门店也是积极开展自救 主攻外卖市场 从原有的外卖单一熟餐配送 升级到了生熟餐全配送 这个是我们的特色五花肉 它配的有我们的生菜 然后跟着泡菜 还有后边这边 这边还有跟着我们四边的小料 这款生五花套餐 满足了部分顾客在家中享受 烧烤韩式烤肉的乐趣 没想到这些套餐 培育了消费者口味 糖食恢复后 许多点过的顾客 依然还在下单 虽然每天下单量有所减少 但每天仍有30单左右 来自美团3月1号到5月10号 线上烧烤大数据的统计 伴随全国各地有序复产复工 4月份线上订单量 比3月份增长154.4% 5月份比4月份 线上订单量又增长了34.7% 尽管疫情缓和天气变暖 线上烧烤潜力被进一步释放 但是烧烤外卖销售呈现井喷式发展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与其他美食品类不同 烧烤品类在疫情之前 是谨慎涉足外卖的 因为烧烤成品配送过程 产品的温度和口感会受到影响 而烧烤半成品食材配送 对消费者的烧烤记忆也有要求 不过这次疫情 却让烧烤外卖有了新突破 很多烧烤店在口味和包装上 进一步探索出了解决方案 一家烧烤连锁店 为什么烤起了饭 各式烧烤神器 各种烧烤技艺 家庭烧烤会创建出哪些新口味 烧烤业恢复活力 还有哪些促消费奇招 疫情之下 烧烤业又有哪些新机遇和新挑战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这家烧烤店产品烤出来后 第一层是用锡纸袋子包装 第二层用泡沫材质的保温袋 再次保温及封口 双层保温保证产品 送到顾客手中之后还是热的 有温度也有口感 烤串放到这种里面保温以后 它温度会略有下降 那么为了确保它的口感 我们就把刷油的总量 给稍微降低了一些 记者了解到 疫情初期 很多烧烤店经营者都没想到 消费者居家吃烧烤的愿望 竟然那么强烈 烧烤半成品配送增长 尤为迅速 很多初次加入外卖业务的烧烤店 都涌进了半成品市场 疫情也催生了一些烧烤半成品外卖新模式 据点串吧 是一家连锁烧烤企业 从开始做烧烤企业 就一直做线上家庭烧烤业务 但一直不温不火 疫情初期 为了满足居家隔离 不能出来用餐串友的需要 就做了个线上创新服务活动 满足一定额度的家庭烧烤套餐 送价值八十元的烧烤炉 活动刚一推出 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结果是非常火爆的 好多粉丝就直接打电话进餐 那么进餐的人太多 又是疫情期间 咱们外面的棋手不够 那这个情况下来就是 好多撸串的串友的粉丝 他们是自驾 直接开车到店里来自取的 那么针对这个 我们在疫情期间 一个多星期时间 我们销出去 一万多台的家庭套餐 也都是带烤炉的这种 秋红让告诉记者 外卖家庭套餐送烤炉的促销 竟然占据了三月份门店 百分之七十的营业额 给企业缓解了资金压力 现在疫情向好的情况下 订单量虽然减少了不少 但每天仍然接到十几单 记者观看了一份订单 除去包装好的半成品食材 套餐盒里全套的烧烤工具包 油刷 夹子 围裙等 四种配好的烧烤料 以及赠送的电烧烤炉 温度是很温 不会烤糊了 对外行来说非常适合 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做过烧烤 我用这个炉子是非常棒的 针对烧烤外卖半成品食材 种类多 有季节性的特点 一些烧烤店推出了 抽真空保鲜包装 顾客的预定半成品的一个订单 我们会每个产品 我们会独立包装 那么这样做会保证 食材的一个新鲜度 到顾客的手里 和无空气接触的 让顾客更安心地使用 出去比较严谨的时候 我们大概一天能抽到500袋左右 包括现在疫情稍微恢复 大概现在一天抽到200袋左右 居家烧烤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急着跟随外卖骑手 来到一户订购套餐的消费者家中 户主于先生是据点串吧的常客 这是他第一次点居家烧烤套餐 让他和家人高兴的是 赠松的电烤炉 同时还带了烤炉温度 掌控说明书和一本烧烤秘籍 烤30秒左右 然后将羊肉串翻转一下 烤到肉质变白 开始可以撒盐 按照操作说明书和烧烤秘籍 于先生一家人很快就掌握了烧烤记忆 烧烤 翻转 撒料 不一会儿就烤出了香喷喷的肉串 鸡翅 香菇 豆腐 青椒 就之前是光在抖音上看别人烤吗 就觉得挺好呢 终于亲自动手烤一次了 然后很方便啊 体验的也很好 然后以后大家都给人打出了 故意以后这就是以后的趋势 在家里烤 自己觉得烤得怎么样 味道都会淡一点 那个没错 最近这段时间家庭烧烤十分火爆 一些视频平台和朋友圈里 很多烧烤爱好者展示出 他们各自的烧烤神器 烧烤记忆和烧烤作品 还有的主动教大家如何居家烧烤 北京高女士一家在疫情期间 无法去烧烤店 自己琢磨起了居家烧烤 经常烤 因为孩子也爱吃 挺方便的 一家人 对 一家人 这我们婆婆 这没事拍着玩嘛 几两三个月的时间 高女士一家人 各个练就成了烧烤专家 现在她们已经在家里 开始研究起了吊炉烧烤 买来半成品食材 一家人一起动手 烤肉串 烤鸡翅 烤香菇 不到一小时时间 简单用食户的一桌烧烤就做好了 四个弄出来的味儿 你觉得就比别人的味儿 觉得弄得好 不错 你呢 我也吃 你看 这会儿不是肉啊吃的 都不差跟你们说话了 你想 这城门肯定是一笔 位于北京丰台区的南宫温泉 由于疫情影响 这里的温泉休闲区停止了营业 而园区内重新开业的餐饮 也少人问津 餐饮总监吴凤鑫意识到 必须要推出创新特色菜品 才能吸引食客到店用餐 吴凤鑫带着几位厨师 商讨了几天的时间 迸发出一个想法 为什么不结合温泉资源 推出特色温泉菜试试呢 思来想去 温泉鱼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创新菜 味道是一道菜的典经之笔 选定主料青江鱼之后 吴凤鑫继续带着几位厨师 研究起了菜品的口味 一般的麻辣的呢 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呢 寿终也比较广 都喜欢吃麻辣的 是吧 吃口感比较刺激 容易下饭 这个酱香的呢 就是典型的 就是说北方风格的 在这个酱香的基础上呢 也有加以改良 加了点别的 就是说秘质酱量 也是通过就是说 多次试制吧 就是来回改 来回调整 就是现在的这种口味 最终养生温泉鱼锅系列菜品 脱颖而出 麻辣养生鱼锅 需将青江鱼切块 这样用盐 料酒 胡椒粉 生粉等腌制 会更加入味 用火红辣椒炒制成底料 然后用辣椒 花椒 葱姜蒜 炝锅 把鱼烧入味 用豆腐 木耳 黄瓜条垫底 把烧好的鱼 放在上面 将青花椒 辣椒 过热水 浸菜籽油 浇在鱼身上 搭香四溢 酱香养生鱼锅 用葱姜蒜 花椒 大料 桂皮等 炝锅 蚝油 海鲜酱等调和 炒出香味 加水烧鱼 在砂锅里 用香葱 干葱垫底 将鱼放在砂锅里 浇汁出锅 凭借着 养生温泉鱼锅 系列菜品 吴凤鲜 把食客们 重新吸引了过来 这鱼特别好吃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而且这个鱼肉 特别嫩 就是吃过以后 还可以 就点一点 自己喜欢的菜 可以涮菜 味道特别好 菜品 它之前就跟我们说了 一定让我们尝 这个鱼锅 然后他之前说 这个鱼是温泉养的鱼 然后跟这个里边 肉比较嫩 然后吃起来 味道会不一样 温泉养生鱼锅 这道招牌菜一出 餐厅中的食客 慢慢多起来了 细心的 吴凤鲜发现 疫情过后 消费者的分餐 意识明显增强 为了迎合食客们 新的需求 餐厅一改以往的 大碗炖菜 开始主推 小份炖菜 以前是大碗炖菜的多 现在都是用小碗的多 一个是减少浪费 但一个能 几口人 能可以多吃几种美食 它要比 那个要方便多 您有没有更喜欢 那种小份炖菜 有呀 那样多吃几个菜 吃本身 谁都吃不了太多 当然就喜欢吃的 更健康一点 更安全一点 除了推出新的菜品 和新的就餐形式以外 园区内原本只接受 唐食的餐厅 在疫情期间 还推出了 自己运营的外卖服务 那由于疫情期间 大家这种生活的不便 还有购买东西的不方便 我们把外卖打开了 然后下单之后 免配送费 免包装费 给大家及时送到家 连近中午 正式用餐高峰 记得看到 餐厅自己的起手 正等在餐厅门口 准备送餐 从刚开始的时候 这单量比较少 到现在的话 一天送个十几二十多单吧 餐厅自己运营外卖业务 外卖骑手 本身就是餐厅的员工 这样一来给消费者 节省下了快递费和打包费 附近的居民 不用亲自到店 就可以享受到 和唐食同样价格 同样品质的美味大餐 非常方便 主要是我们之前 就是咱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离地也近 也经常去 它这边都是自己种植 自己养植的 然后也非常干净放心 我们外卖也会一直开下去 而且会推出更多的新菜 健康菜 然后满足大家日常生活的需要 在疫情期间 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些改变 在家吃饭的频次也变得高了 就连烧烤这种社交属性 比较突出的餐饮业态 也开始大规模的外送了 疫情下的烧烤外送 在一定的程度上 是弥补了烧烤店不能唐食 带来的损失 也缓解了资金压力 但是相比往年同期 各烧烤店的营业额差距 还是不小的 这次疫情还出现了很多 家庭化烧烤消费 不过疫情过后 这种消费方式是否会延续 这家庭是否会成长为 烧烤消费的一个重要渠道呢 这还有待观察 那这进入五月之后 各地的餐饮市场 正在逐步地向恢复 正常的方向迈进 那前不久呢 我们的记者走访了 北京市经营海鲜的 一些餐饮企业 就发现除了个别企业 考虑到食材供应 或者是客流等问题 正在准备复工之外呢 大多数都已经开业了 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呢 通过企业经营方式的调整 和菜品的创新 这营业额和客流量 也正在一步一步地恢复当中 那下期节目呢 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现在北京海鲜餐饮企业的 复工情况 欢迎您到时收看 好了 朋友们 感谢关注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在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会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